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听巴赫 我选择带领大家听巴赫的副歌曲 那为什么不听巴赫更有名的 哥德堡编奏曲啊 无伴奏大提琴族曲 而是选择有点陌生的副歌曲呢 因为副歌曲是巴赫音乐写作的核心 你一定要先理解副歌曲 才能理解巴赫 如果副歌都听不懂 你听的巴赫可能就白听了 你只是在拿巴赫的音乐 在舒缓情绪 巴赫写了非常多的副歌曲 比如说48首前奏曲 副歌的艺术 那他的其他的大型作品里面 像哥德堡编奏曲 无伴奏大提琴族曲 英国族曲 法国族曲等等 这些大型乐曲里面 也都有副歌的段落 所以可见 这是巴赫写音乐的一种组织的核心 我们常常听说巴赫是副调大师 为什么呢 因为副歌曲是最体现副调思维的 而巴赫又是最擅长写副歌曲的 所以他成为副调大师 巴赫的副歌曲 音乐思维缜密 声部组织的细节 丰富而有趣 有足够的信息量 所以经得起反复聆听 因为声部丰富 听起来就有一种辩证的思想深度 我觉得这正是巴赫最了不起的地方 后来有不少音乐家模仿巴赫写副歌 小门戴尔松 舒曼都写过小副歌曲 但是没有人像巴赫那样写出辩证的思想性的 我们常常觉得听巴赫就显得很高声 为什么呢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会听巴赫的副歌曲 那如果把巴赫当作建筑来听的话呢 去分辨它的基本建筑材料 比如说是砖墙的 钢垢的 混凝土的 那些是它的地基 城中墙和主厅 那些是回廊玄关等附属结构 基本上理清这些 就已经算是比较懂巴赫了 所以今天我就特别选了巴赫最喜欢写的副歌曲 这也是一种能够体现它的建筑感的乐曲 来带领大家一起听巴赫 副歌是什么呢 在德文里面它是FU之一 但最早是来自拉丁文 它的意思是追逐或者逃顿 非常形象地描绘了这种音乐 因为副歌曲本质上就是主题 在每个声部的追逐和模仿 副歌是一种古老的音乐 它在巴洛克时代非常的盛行 音乐的巴洛克时代呢 一共有一百五十多年 巴赫处于巴洛克的末期 是当时的一个总结性的 极大成的一个巅峰性的人物 如今看来 巴赫对于音乐史最大的攻击之一 就是它确立了副歌曲的城市 我们知道在巴赫之前呢 副歌曲的写作是比较松散 比较零碎的 没有一个确定的模式 巴赫呢就通过他的很多的作品 来确立了这种副歌曲的写作的格式 巴赫写了非常多的副歌 除了四十八首前奏曲与副歌之外呢 还有副歌的艺术 还有音乐的奉献里面的副歌曲 还有英国族曲 法国族曲里面 也有非常多的副歌曲 他用这些作品 通过这些大量的练习 确立了副歌最经典的 最有逻辑性的写作格式 我想中国的朋友对于副歌曲 也是非常熟悉的 因为我们的小朋友的钢琴考级呢 大概从三级到十级 都会要求弹一首副歌 那为什么弹副歌呢 因为副歌它这个内部的组织 非常的严密 非常复杂 它主要考验这个小朋友 左右手结合的能力 当然非常的难弹 如果中间弹断了 抛锚了 可能就会截不上去 在副歌里面最重要的素材 也就是说最先出现的是 副歌的主题 就相当于我们刚才讲的 大型建筑里面的基本素材 那巴赫有各种各样的主题 有叙述性的 有圣勇式的 还有舞曲风格的 我们今天给大家听的是 巴赫的第八首 声底小调副歌 这是一个圣勇风格的主题 只有十个音 而且一拍一个音 很简单 但是主题的轮廓 非常的清晰 先是一个五度的上行 然后反向的激进下行 之后我们来看这主题 是如何在不同的声部 追逐模仿 如何建筑成一个作品 最先主题是在中间声部进入 接下来呢 高音声部第二次出现主题 在一个小的尾声之后 主题在低音声部再次出现 如此三个声部都出奇 如此呢 我们看这个主题的发展过程 就像写一篇论文一样 逻辑非常严密 非常的清晰 我们来听中间这一段 在这里我们听到了主题的倒影形式 大家可能不太容易找到 我们仔细听它最底下的声部 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 原来主题的原来主题的模式 就能够找到它了 我们原来的主题是怎么唱的呢 那现在是整个倒过来 滴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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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一条山的曲线 在水面上倒过来的样子 倒影呢 我们现在不太能看到了 但是在巴赫当时呢 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游戏式的写法 像巴赫的复格的艺术里面 也有一些倒影 但是呢只有巴赫写这样非常完整的倒影 出现在音乐中 那后来也有不少的作曲家 像财口夫斯基 斯克里亚冰 还有斯特拉文斯基 他们也会在音乐中写一些倒影 但出现的都是碎片性质的倒影 把倒影呢 作为一种发展音乐的手法 前面可能都乱咪 后面咪咪 都乱咪 发发咪咪 这就是一个把原型和倒影 堆在一起来发展音乐的一种手法 那复格曲除了主题 除了转调之外呢 还有小连接 小尾声和过渡的段落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回廊啊 门厅这些附属结构 看起来好像不太起眼 那其实它是复格里面最难写的部分 因为主题是不变的 没有什么花样 如果要抒发情感 变得有趣 往往就要靠着写小连接 他们有一个名字 叫做episode 我找了一首尖叉段写得非常动听的 献给大家 是极大雕幅歌 我们来听一段 今天我们第一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高兴可以带领大家一起来听巴赫的复格曲 我觉得复格对于巴赫非常重要 它对于巴赫就像奏迷曲对于贝多芬一样 接下来呢 感兴趣的朋友们 我们特别为大家单独推送了这首季小调复格 大家可以再一次回味巴赫复格曲的魅力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